台北市長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上說明 經過兩個禮拜後相當嚴格的自主封城 現在可以看到確診案例開始下降 萬華地區看起來有控制 目前應該不會升為第四級 他相信只要發布命令 民眾都會自動自發遵守 因此他也呼籲減少去市場的次數 少去多買 停課容易 停班 停工更難 所以我們將來常常會出現 停課但是不停班的局面 那這個狀態下那個小孩子照顧 我們要先設計一套系統來處理 那其他一個像居家 我也認為用這一次機會 把整個台北市政府居家辦公的能量 也要做起來 這很多要做 另外我們要求說快篩陽性以後 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封城的危險 但是日後如果真的要封城 我們還在做命令的方式 因為從過去兩個禮拜 我發現台北市民 只要我們有發布命令 那大家都會很自動自發的遵守 不敢說百分之百 大概80%的以上大家都會遵守 所以事實上透過一個高素質的國民 自動自發的行為 只要政府的命令明確 大家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幾項 要跟市民呼籲的 第一 減少去市場的次數 你就讓自己自我約束 一個禮拜才買兩次 去市場的次數減少 就減少去市場次數 所以每次去少去 那多買一次買多一點 那我們又開始協調我們台北市的這種市場 有自智會的你知道嗎 是不是開始每天 停攤就停止攤位一部分 比方說從4分之1開始大家輪流 我們可以從4分之1開始輪流 來看看 也就是說我們要設法讓這個 市場商圈的人流量下降 但是當然是這樣 交易金額我相信是不會變 因為你 該買的還是要買 只是說你能不能拜託你 少去多買這樣 柯文哲指出政治要考慮行政成本 他相信拜託台北市民 每個禮拜去市場採買兩次就好 在這個原則之下 跑一個禮拜看看 如果不行 還是要有新的方式管理 記者溫宇俊 台北報導